好 我们看到小龙女再次的出发 不过我们要问 是不是会再次的发生苏蔡对决的戏码呢 那么这一次总统败选之后呢 民进党要重回永宾自重的战国时代 为什么 我们待会来看 因为苏贞昌跟蔡英文各自都成立的办公室 一个在南京东路 一个在长安东路 而且两个办公室是近距离的对望 不过在规模的部分 苏贞昌的办公室是略胜一筹 但是蔡英文在2012年 狭带这个小鹰旋风是不容小觑 所以2016年的卡位战 民进党可能会再次的上演苏财的对决 过年应应景 苏贞昌的超越基金会贴春联 上联一直被模仿 下联从未被超越 颇有天王霸气 正巧蔡英文在2012大选败政之后 也要成立专属办公室 苏财各自为政 我们就这样 希望大家给我们很多一点指教 苏财办公室比一比 现在的超越基金会 已经是规模缩小的第二代 地点在南京东路上 小鹰办公室也是总统竞选办公室 退下来的第二代 就在原长安东路办公室另起炉灶 超越编制约15人 略多过小鹰的10个人 办公范围也比较宽广 有120平 小鹰办公室只有30平左右 走小而美路线 外界预料小鹰办公室 将是蔡英文2016攻向最后一里路的前进指挥所 其实他所带动的风潮 应该算是芳心慰哀 反而会因为他没有当选 可能更引发一些人觉得惋惜 未来变数仍然大 小鹰办公室也没说是冲着选举而来 不管谁跟谁对决 目前为止都还是纯粹从零开始 还看不清楚未来的人选有谁 事实上半路搞不好有很多程咬金 搞不好有很多刺客跑出来也不一定 苏蔡2012初选第一次交手对比式民调 苏贞昌是以41.15% 以1.35个百分点小叔蔡英文 2016卡位战天王天后 都有更上一层楼的企图心 苏蔡恐怕难逃 第二度大对决